今天是8月20日星期二 每個星期二都會出個嚴正聲明 提醒大家始終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片子 利用本人或者其他一些香港的股評人的照片 來冒充他們去做一些騙人的事 所以這個我講的嚴正聲明不是只講我自己本身的 還有其他股評人都是受到禍害 有遇到遇難的話打18222去查詢 好了 今天我們看看 今天市場就有回調 因為昨天升了很多 所以今天升的板塊不是很多 只有四個板塊升 那在升裡面 我們要看看有哪些是這個什麼 升得比較多一點 汽車方面是沒有什麼升跌的 不過由於就是不跌 已經就叫做升了 那麼在這裡銀行是有升的 食品飲料升的 其他家庭個人護理 銀行方面升 因為國內內銀股又見到是新高了 我這幾天裡面都已經有文章去講到 在7月12日的時候還講過 大家應該考慮買來銀的 那來銀股又會升 不用說了 很簡單 現在升的就是一些小一點的銀行 升得比較大 那為什麼這些小的銀行升得比較大呢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裡面現在很多阿爺 是做一些東西是有益一些銀行的 那這些小銀行如果它能夠做得好的話 它是有條件去吃了其他更加小的銀行 那它可以坐大了 那還有由於大家都受惠嘛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好像你這個是中銀啊 其他等等這些時候之中 它們已經平時受惠良多 那所以再升幅不是很多 不過這些小的東西呢 反正就好了 那中銀今天是升得多的 那本人都會介紹 是應該要考慮吸納這一隻股票 這個是食物品方面等等等等 那樣東西 那在這裏呢 那在這裏呢 就是有一件事 有真酒利道 那這是白酒之一 那最近白酒是很差 不過就是差的 因為是貴價白酒 這些現在可以好一點點 另外一種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 行和釀造 老行和釀造 其實這個釀造的 挺好的 中國是有名的 做釀造的專家 來的 多些吃醋 對身體有益 他買一枝醋 是不便宜的 可以到二百多元的醋 不過 如果對比於西方的醋 始終中國的醋 是物超所值 不是二百多元的醋 可以有些好處是八百多元 那再跟著 這些是其他的 都是這些什麼 基金界等等 那樣東西 沒有什麼影響 家庭和個人護理方面 都很細小的 好 還有就是汽車 汽車 起碼有些都是 其他有些是其好的 不過很慘 都可以做得比較細小的 順義儲電 值得你一留意的 因為儲電這個行業 始終在未來的汽車行業 是一個很重要的 其實它等於電郵 那來到最後 我們看看 今天板塊很可憐 跌了跌了很多 大盤的跌 有些銀行來人股是升的 建設升 這個是有幫升 還有一些匯豐升 等等 不過他們的成交不是那麼大 這樣就是幫助不大 好了 接著保利加通道 這些通道 我們看到了 在這點裡面 其實會找得到的 這裡是升破了下降軌的 然後再接著 今天有一個回帖 只要不要踩穿了下降軌的線 是應該OK的 那這邊呢 就有很多的 支持位置 在這邊 這個畫得比我高了一點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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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要跌穿這個 這樣就OK了 上面的阻力位 我們看看 在這裡 是需要突破才行的 那這裡就有很多 是之前的支持位的阻力 是要逐級上破 那最重要 最好就一定要上破這個位 上破這個位 上破這個位之後 就世界好了 這個185 其實不用850 183都已經OK了 這個是值得大家去留意一下 好了 我們看看今天是有什麼板塊 有什麼個別股票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就是建設銀行 跟我們研究